工资啊 其实在任何资本主义的社会里 它基本上就是由维持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决定的 这个是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离开这一点 谈任何问题都是荒谬的 谈工资收入都是荒谬的 这里边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工人的工资 他必须能维持 从长远来讲 从一个整个周期的过程来讲 他必须能维持工人阶级队伍的再生产 因为工人他是一个雇佣劳动者 他是一个商品 所以这个商品的生产 决定着商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时间 决定着这个商品的价值 所以工人本身他除了打工以外 他还有这个芽儿玉女 还有善养老人 所以这里边有疾病 有这个各种身体状况 还有教育的时间等等 都是工人阶级这个商品 工人作为一个劳动力这个商品的生产所必须的东西 所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 他的绝对的生活水平高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教育程度的高 对吧 大部分人都上过大学 现在也不能谈 不一定谈到上了大学 起码高中 大学比较普遍 对吧 然后表现在人均的居住面积和居住条件的提高 所以教育居住 还有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就不从过去的自行车了 变成汽车了 现在大家也在那边 高铁地铁 各种交通工具 这些交通工具都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所必须的必须品 还表现在比如说医疗条件的提高 医疗卫生 这方面的一个是普及 一个是他条件提高 所表现在人均寿命的提高 所以总的来讲 就是说工人阶级 工人群众 工人这个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 他所需要的的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都得提高 衣食住行 再加上这个医疗教育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这个高的劳动生产率 那么这些衣食住行 教育和医疗 这些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并不需要提高 因为因为他的劳动效率高 所以呢他每一年所能生产的产品量 比低劳动时间的这个 比那个劳动效率低的地方 他生产的东西多 所以他一年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就多 那么这些产品的多呢 他所包含这些大量的产品 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不长 咱们就拿那个中国近几十年来 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个绝对生活水平来看一看 这方面提高 主要的还是以工业化 城镇化所代表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导致的 这是很明显的 你想想 就是说这个中国这几十年的工资是怎么提上去的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机制 就是每年通过春节 春节以后呢 导致一个用工慌 大家都比较熟悉 这个用工慌是什么呢 它相当于是一个集体罢工 是一个隐性的不自觉的自发的这个集体罢工 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农民工呢 他观望和权衡 出外打工到底能挣多少钱 和在家里待着这个机位成本 所以呢 随着城镇化呢 你工资啊 跟不上城镇化所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提高 那么他们宁愿在家里多待几天 也不忙着去复工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高工资的方法啊 所以每次出现这个用工慌 自发呢 就不得不提高啊 这个工资待遇啊 所以你像现在这个啊 近几十年吧 人均居住面积啊 咱不拿平均吧 咱们拿中位数啊 当然官方没有公布中位数 或者我没看见 对吧 中位数你说一半的人呢 居住面积少于这个 一半人居住面积大于这个 我估计这个中位数 就拿个中位数来建了 讲的话 人们在这个总体来讲 不管是农村也好 城市里边也好 人们的居住面积是大大提高了 而且居住的条件 这个房屋呢 从过去的土培房到砖房到楼房啊 这个居住条件变化是非常大的 从过去在村里边啊打井啊到自来水啊 所以现在的用电用煤气用用这个空调啊 都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一个打工人的工人阶级 他这个生活水平生活所消耗的物资东西 要比过去几十年要丰富的多 所以呢 随着这个劳动生产率越高啊 那么衣食住行各行各方面的教育什么 教育恐怕不行 教育它是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 就是教育呢 它花要花很多 所以教育上的效率很难提高 你说我小的时候一般小学生三四十个 新代一般也是三四十个四五十个甚至多点 所以教育上很难提高所谓劳动效率 医疗上也是比较难 所以在除了医疗教育以外 其他的物质上的衣食住行 这些呢 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 所以呢 他们同样的劳动时间 一个打工人一年 同样的劳动时间 能获得的这个物质产品就越多 所以这些呢 这个拿工资 拿商品代表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显着高了 还有一个呢 问题呢 就是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对付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 最后还是要通过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 要不然的话 生产出那么多产品来 这里边生产 这个生产过剩危机的最基本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的生产的扩张 超出了消费的扩张 所以有人问我 有人经常说 这个经济危机是因为消费不足 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现象 而且是因果颠倒了 因为人类有史以来都是消费不足 就是说过去的历史上 人们饥寒交迫 你说它是消费不足而生产不足 主要是生产 生产不足导致消费不足 对吧 但是资本主义出现了以后呢 它的最跟这个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出现了生产过剩 封建社会没有生产过剩 原始社会没有生产过剩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生产过剩 为什么有生产过剩呢 就是因为它的生产的规模的扩大 超出了消费的扩大 所以呢 你只能说这个消费的相对不足 也就是说生产的大量的这些 比如说这个烂尾楼啦等等 它卖不出去 卖不出去 它要卖出去了 它就必须把工人的工资提高了 才能卖出去 但是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呢 那利润就下去了 所以这是它一个矛盾 它要总的产出 必须大于工人的总的消费 才有剩余 这些剩余 如果能变成新的投资 成为扩大生产 那么这些剩余就变成利润 但是扩大生产以后的消费 也必须跟着扩大 扩大不了呢 将来这些产能最后就变成多余的 不管你投资建什么东西 除了劳动人民日常消费的 衣食住行各方面以外 你生产的车床 你生产的钢铁 你生产的机器 不管是什么 最终最终它必须变成消费品 所以所有的这个生产资料 它的生产最终也必须变成消费品 所以你扩大生产规模 你通过这个基建 你通过这个 对这个生产资料的扩张 暂时的会拉动经济 但是这些生产资料的扩张 最后必须变成消费品 才能实现利润的转变 所以那么这些消费品 主要的还是要靠工人阶级去消费 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生产的规模的扩张 超出了工人阶级消费的扩张 导致了生产过剩 那么生产过剩一开始表现的 就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发现下降 而不是消费资料 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卖不出去了 那么他们就开始裁员 他们一拆员就恶性循环 导致消费更进一步萎缩 所以就更迈不出去了 所以这就是经济危机 最基本的一个机制 所以消费不提高 鬼城必然出现 所以就会有政府资产阶级 就有各种促进消费的措施 那么怎么去提高大家的消费呢 工人阶级手里有钱不敢花 他为了自己养老 为了自己疾病 为了给儿女买房子 等等等等 他有大量的这个 总体来讲 大量的 每个人不见得多 但整个社会放在一起 还是有好多这些存款 不敢花消费出去 所以呢 他们就出台了各种养老金了 医疗保险了 各种保险使得人们敢花钱 所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迟早要导致总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 那么欧洲美国呢 各国平地而起的高楼大厦 公路铁路 汽车飞机 蔬菜水果 肉食 粮食 面包等等 行行业 哪一个不是那里的工人阶级 辛勤劳动的成果 想一想 所以那些荒谬讲的是 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 是因为剥削第三世界了 但是你想想哪一个东西 它不是自己生产的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 反而导致了一些消费品 来自于第三世界 这里边服装啊 鞋啊 电子产品啊等等 这些的出现 反而导致了发达国家的工人的工资 不再上涨了 所以这里边有个 跟这些这个社会帝国主义者 入关学者所吹捧的 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说 反而就是因为 你看美国当时刚 二战刚结束 它生产全球一半左右的工业品 所以呢 美国的工人的工资 二战以后到七十年代 急剧上涨 但是呢 到了七十年代初 开始就不再涨了 所以这里边呢 它是伴随着美国 这个开始把这个生产 从美国国土转到第三世界 随着生产转移到第三世界 随着空心化 那么美国国内的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 就不再上涨了 所以呢 如果通过对外请这个扩张 使得帝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一项 生活必需品 成为价格几乎为零的产品 那么帝国工人的工资 反而有可能下降 因为维持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 随着下降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 大家想想 今天大家呼吸是免费的 那么如果大家呼吸需要花钱买空气的话 那么工资必须满足大家买空气的成本 所以你想想 就是说第三世界的一些产品 如果的廉价到了像空气一样 那么帝国的资产阶级就不需要为工人阶级去出买空气的这么个成本 所以二战结束后 七十年代 这三十多年吧 是美国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时代 但是呢 七十年代后呢 美国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 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停止的上涨 原因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产业外移了 那么进口消费品越来越便宜 维持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就下降了 我这有资料可以看这个 所以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说生活水平的高低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这里面是中国的例子 欧洲的例子 美国的例子 日本的例子 好吧 还有就是韩国的例子 韩国也是一个工业高度工业化的一个国家 那里的工人 他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的消费等等也是非常高的 这里边主要还是劳动生产率 还有您可以准备